MELODY 早晨 有意思 你好 我是Janson 林珍前 今天的MELODY 一週ALL IN 有幾個課題要和大家聊一聊 首先請出今天的嘉賓 依然有時政專欄作者 孔維祥律師 Halo 孔律師 你好 Janson 你好 水月庭中 早三號 好 律師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這個課題 就近期就看到關於反貪會就查人力資源部的一些移工的招聘案 可以跟我們科普一下這個案件嗎? 因為之前他們也有說不要多太多的揣測等等的 有沒有什麼比較實在的一些 facts跟大家分享一下 確實 其實這個案件到現在還是調查階段 而調查階段它警方或者是反貪委會所掌握的證據和報告 是不會輕易外流出來的 這些都是屬於機密的範疇之中 警方或反貪委會在調查完畢之後 會將報告提交給總檢察署 由總檢察署來決定要不要做出提告 而這些證據這些報告將會提成給法庭 由法庭來判斷 所以大家不要過多揣測 我們看到世道之上有各種各樣的謠言 火箭或行動黨都是給人非常清廉的印象 可以說是雲雲馬來西亞政黨之中 其中一個形象最好的 所以現在政府在打貪 因為國盟一直在說政治檢控 你只打打擊我們 你們自己有貪务案你沒有打擊 所以首相安華也一直都有說 我們也有在調查政府中的高官 所以你放心 調查完畢我們就會採取行動 沒想到被採取行動的 我們一直以為是巫統 或者是Pandora Peppers涉及的部長 但沒想到是完全形象最好 也完全提都沒有提過的行動 所以引來很多的揣測 但是在沒有證據之下 我們去胡亂採測是不應該的 不應該未審先判 也不應該未查就做決定 更何況你不是調查的人 你怎麼去做出一個結論 還是要上到法庭之中 但是在眾多謠言之中 其實有兩條是最多人討論 也很多人相信的 尤其馬來報章 馬來媒體是大力炒作 所以我特地拿這兩條來講解一下 第一條是說 部長Sivakuma已經被逮捕 事務家跟辦公室遭到搜查 這個已經被否認了 第二條也是被否認的 就是部長個人涉灘超過一億 當然也被否認了 首相也出來否認 當事人也出來否認 陸造福也就是行動黨的最高領袖 也出來否認了 這兩個謠言 其實即便在他們沒有否認之前 我們只要稍微的思考一下 就知道是不是正確的情況 為什麼這樣子說 因為現在是資訊非常流通 人手一擊都可以拍照錄影的情況 所以如果Sivakuma真的被逮捕 他的住家跟辦公室遭到搜查 不可能是沒有任何的照片 沒有任何的消息流傳出來的 那第二個是說Sivakuma有涉灘一億 其實這個一億這個數額是非常不符合邏輯的 因為你看回2023年剛剛過的這個預算案 整個人力資源部的撥款也只有13億 這13億包括了整個部門的運作 所有公務員的薪水也才13億 你說Sivakuma才上任就可以貪一億 他才上任五個月就可以貪一億 這點很明顯是不符合邏輯 你只要思考一下就知道這不是事實 所以在這裡也呼籲大家一定要獨立思考 不要做這個謠言的幫兇 任何的訊息進來之前 自己先過濾一遍 先做一些獨立思考 有一個結論 可信不可信才散播出去 這才是正確的事情 那我們看到這一次的調查 也是我們的團結政府成立以來 應該算是他們調查的一個貪腐案 那在這一方面 因為雖然說很多都還不是一個定案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這樣子的一個貪腐案 會不會衝擊到我們的團結政府 或者是希盟 肯定會 肯定會 像先生講得很對 這是高官 聯合政府裡面高官有職位的 還在掌握著權力的 所遭受到調查的第一宗 聯合政府成立五個月以來第一宗 所以它所代表出的意味 是非常強烈的 也非常具有指標性的 而不幸的 現在被調查的 就是形象最為討好的西盟 也是在整個聯盟裡面 最大的政黨 西盟包括巫統國政裡面 最大的政黨其實就是行動黨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我是有一點擔心的 當然這個案件 西法庫瑪到底有沒有涉案 到底有沒有貪污 我們無法下定論 要交由有關當局來調查 然後交由法官來審判 但是如果你叫我從政治層面來考慮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政治操作的可能性 政治操作的可能性是什麽 大家思考一下 首相安華在回應慕尤丁說 你雙重標準 你只提供我們 你不提供政府的官員是不應該的 安華一直都在強調 我們也有在調查 當時我們想到的是 LCS冰海戰劍醜聞 我們想到的是潘多拉文件 因為這些都已經確認是有問題的事情 所以你要去調查 你要去逮捕 應該從這些已經開了頭的案件 不像這個人力資源部 現在這個疑似的貪腐疑云案件之中 根本之前都沒有任何消息的 那為什麼明明已經有案件可以開始 你卻要專門成立一個 開一個新的案件 我不是說這個案件不應該調查 但是這個是一個吊詭的情況 所以我有一点擔心 可能是政府要找人來開刀 巫通和東馬為了大局 我們不能動 動了他聯合政府會倒台 陳信黨太小動了沒有意義 公正黨安華是公正黨的 然後內政部也是公正黨來執掌 所以也不太可能自己對付自己 所以你想一下這一點 你會發現如果要找一個替罪羔 要找一個受害者來平衡輿 那最好下手的其實是行動黨 而且行動黨在政府組成的時候 也是最被虧待的政黨 他是最大黨只拿到四個部長 還要飛到東馬去道歉 所以忍辱負重被虧待 那現在我在虧待你一次 其實你也要默默接受 我有一點擔心會出現這樣子的情況 希望不是這種情況是真的有貪污 我們沒有提供其他的案件 政府沒有提供其他的案件 是因為調查還沒有完結 而不是有這些政治層面的考量 這才是正確的事情 好的 那我們也不要做太多的揣測 然後我們等一下 就是看有一些比較實質的 一些消息出來的話 我們在Melody 再跟大家探討一下 稍微聊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最近 也是鬧得沸沸揚揚揚的一個風波 就是我們的現任交通部長 陸招福呢 就跟我們的前任交通部長 魏嘉祥呢 就槓上了 就為了呢 就是在吉隆坡飛往斗湖的 馬航的機票的事件 稍微來聊一聊 守著Melody Melody 走散 搖一絲 你好 我是Johnson 老闆真情 今天我們今天 Melody一早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 紅偉祥律師 紅律師早安 今天早上 我相信紅律師呢 也是有跟進 最近呢 我們可能在報章上 在新聞上都有看到這個風波 就是我們的現任 以及前任交通部長 陸招福和魏嘉祥就槓上了 那就是為了呢 關於這個 吉隆坡飛 抖湖的機票的價格方面 那在這一方面呢 我們其實都知道 其實兩位外賓呢 他們都是希望 可以在這個事情上面呢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所以可見呢 其實在很多時候 我們炒那個機票的價錢的時候 我們都會好奇說 到底有沒有一些 比較好的機制 可以讓整個機票的 價格的定價等等的 是比較完善的呢 紅律師你怎麼看呢 佳節時期 西馬非東馬機票很貴 甚至貴過你去日本啊 去韓國啊 甚至去澳洲歐洲 這些非常遠的國家 都是每年會發生的事情 不管誰做交通部長 都無法解決 包括前任交通部長魏嘉祥 他在做交通部長的時候 這些佳節時分 這個機票很貴 也是成為課題 每年都會炒一輪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 這樣子的情況 這樣子的現象 其實這個是一個正常的 商業現象 當供過於求 價格就會便宜 當求大於供 價格就會貴 航空公司 他們有多少架 飛機在運行 多少條航線 都已經是固定的 他不可能擠出 你東馬突然需求量大增 我找多十輛飛機來載你們 沒有那麼多的飛機 他不可能這十輛飛機 在之前是給他空置的 所以價格就自然會上漲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政府其實也無法干預太多了 除非政府成立自己的航空公司 像沙拉越政府 現在講要成立一個精品 航空公司 專門就是運營東西 航線 但是你這樣子做 其實相當於介入市場 政府用人民的稅收 來去跟私人公司競爭 這個是在走經濟的回頭路 那政府到底應該怎麼做 才可以解決問題呢 照我來看 其實政府可以做的 就是講業或政策 鼓勵這些航空公司 比如扣稅 你購買飛機或購買零件 可以免進口稅 我借你多一點錢 這種間接的幫助 鼓勵航空公司 在佳節時分制定頂價 然後投入更多的資源 在完返東西馬的航班之上 好 那看了這樣子的一些建議之後 其實看回這個事件 因為其實兩位他們都當過 或者是當著這個交通部長 其實我相信他們也是要為了這個事情 希望有個解決方案 可是像你所說的 其實這麼多件以來 還是會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那你又怎麼看他們兩個的說法 有沒有說比較by誰的說法呢 確實在網絡上吵得昏天暗地 兩方的支持者 如果問我 我確實有關注他們兩方的交鋒 但老實講 兩邊都做得不對 兩邊都不好 首先我先講魏總 魏家翔這一邊 魏家翔既然接到投訴 這個問題是他之前任內所解決不了的 像我們想講就是市場因素而已 你不是換一個政府就突然能解決的 那他身為前任交通部長 但是很了解這一點 他也了解困境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而且魏家翔一直以來也強調 自己是支持政府的 是屬於政府的議員 雖然他沒有當官 但他是政府的議員 那他應該直接聯繫 現任的交通部長 他收到三個投訴 那把這個三個投訴 交給現任的交通部長 大家一起來解決 你是前任交通部長 你也可以及時廣義 諜語建議就行了 而不是這樣子公開針對 來抨擊來攻擊政府 而且這個老實講是很小的事情 每年都在發生 而且是市場因素造成 跟政府的作為 其實沒有那麼直接的因素在裡面 所以你這樣子做 就會讓人覺得 你其實是在 還是秉持著反對黨的思維 在抨擊政府 為自己獲取政治利益 所以這點是魏家翔方面 我覺得不對的地方 應該被批評的地方 當然陸造福就是火箭的總秘書 也是現任的交通部長 也有處理不通的地方 當魏家翔擴大這件事情 他一開始的回應 你看他也是把魏家翔當作反對黨 你是我的敵人 所以你這樣子是為了獲取政治利益 那我就用打擊你的方式 酸你的方式 我也可以獲取政治利益 所以你看陸造福一開始的回應是 魏家翔搞不懂經濟艙跟商務艙的分別 魏家翔跑去KFC賣當勞 其實這些並沒有回應到問題的核心 然後也顯得自己不打氣 諷刺的意味多過真正回應解決問題的意味 這也是為什麼最終會演變成兩方人 魏家翔跟陸造福一直在報章上 打口舌戰變成口舌之戰的原因 魏家翔其實並沒有錯 他確實是去了AIRASIA的網站 因為AIRASIA是最便宜機票 他就是廉價航空 然後那裡出示了馬航的機票 那為什麼會出示馬航的機票 因為這個APP本來就是可以給你找 所有機票 然後他號稱可以方便給你找 所有航線最便宜的機票 所以他會出現馬航的機票 意味著其他航空公司 包括他自己亞航的機票都完了 所以機票不夠才是最主要的問題 而且魏家翔所展示的街途 確實是有清清楚楚 闡明是經濟艙的 當然有一張沒有寫經濟艙 但我看到第二張是有闡明經濟艙的 所以你用這樣子來酸他 你連經濟艙跟商務艙都分不清 卻要來混淆這個事情 你去KFC買McDonald 這是很傻的事情 其實你看公機的成分是很大的 所以兩方都有錯誤都非常不恰當 其實從這件事看到的 更多是馬華和火箭的不可協調性 勉強的合作組成政府 並不會讓他們的對立 一夕之間消解 好的 那我們就希望說 在這個風波底下 也可以盡早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比較完美一點的解決方案 稍後來我們看一看 就是我們接下來開災節的假期 還有我們最近首相 宣布了一系列的好消息 我們稍後來看一看 首者Melody 早上你好,我是傑森林 今天今天是Melody 一早一年來的新聞 一年來的洪偉祥律師 哈囉洪律師你好 傑森你好,我是有聽眾,早安 洪律師我相信你也一定有注意到 我們的首相安華 近期宣布的一系列的好消息 都是跟這個開災節啦 跟假期啦 跟這個偷免費啦 等等有關的 那當中呢 我們有看到就是 關於一些特價的安排啦 還有另外就是說 就是對於一些 囚犯的一些特色等等啦 這一方面的話 你又怎麼看呢 就是一次過宣布了 那麼多的好消息 首先這個當然是有政治考量的啦 因為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同胞 穆斯林始終是馬來西亞最大的群體 所以你要宣布這個免拖 你要讓這些監獄囚犯回去 然後還有包括西曼水泥價格下滑 這些都是一些討好 就是我們所稱之為的政治坦果啦 這個是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而且不要忘記了 今年的農曆新年 政府也是有特別宣布免費拖的 這個在去年是沒有的 所以既然農曆新年有 政府也這樣子宣布 這個是很正常的情況 當然這個免費脫羊毛出在羊身上啦 最後還是要政府給錢 其實就是轉了一圈啦 我們人民給稅收交給政府 政府再還給這些大道公司 涉及的也是接近一億元 所以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免費 但是很多人不會考量背後的原因 反正不用從我口袋掏出錢就可以了 你從我其他我不知道的地方拿錢 那我不會這麼心痛 所以這是大家最主要的看法 那大家最關注的其中一個 其實是這個叫PBSL的釋放囚犯特許計劃 這個很多人不知道 這麼還有這些囚犯是有lesson的 是有執照的 在這裡我就科普一下法律啦 這本來就是監獄局的權利 在監獄法令第43條文和監獄歸章 第111條文下 都有產民服刑超過4年的囚犯 可以在監獄方的允許下 有條件被釋放 當然釋放多久多少天 有什麼條件 比如你不可以去上電視 不可以去之前你受害者 比如你是殺人案 或者你是強奸案 不可以去騷擾你的受害者 不可以去什麼地方 你只可以回家 這些條件都會在列明 在這個執照裡面 所以一向來都有的 大家看電視或在報章上 可能會有看過啦 就是父親病重 或者是母親病重 孩子病重 囚犯申請 要去看他們最後一面 或者是觸及他們喪禮的情況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 由安華 或者是聯合政府 特別制定的一個特色 或者是特別的情況 其實它本來就在法律裡面 也一直以來都在進行著 只是沒有像這一次 這麼大規模而已啦 OK所以其實像這個特許的計劃啦 它其實是一直以來都有的一個條例 那會不會在過去的可能一些假節的時候 會偶爾會發生 或是經常發生的呢 其實經常都會有的 像我說不只是假節 只要你在監獄裡面的服刑記錄良好 沒有再犯錯 然後你的態度是很好的 基本上你申請 比如要回去探病 要出席上禮 或者是要過節 都可以受到這個通訊 通過監獄局的總監 他會做出決定來評估你 所以這個是一直都會發生的 但這一次會這麼引人注目 為什麼之前大家都不知道 有這個特許計劃 就是釋放囚犯特許計劃 因為之前是一兩個人這樣放 以個案來論述 現在首相安華是一次過宣布1000人 這個就有點像剛才健身所說的 古代皇帝即位的時候 會宣布大赦天下 所有囚犯都被釋放出來 所以很多人就會擔心 這會不會是讓這些囚犯 過度的放寬 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 會不會引起這個社會的不安 社會的動盪 其實它不是直接特色 直接就是放你們出來 然後你就不用去服刑了 一般上都是短時間的 可能就三五天或一個星期 你就要回來了 然後它是有條例的 是有一些條例在裡面的 你要來報到 你不可以去太遠 你不可以上電視 你不可以上報紙 不可以曝光自己 然後當然你也要品行良好 在監獄裡面 我們被關押在監獄的囚犯 其實是非常多的 有幾十萬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全國的監獄加起來 十萬之數應該是有 確切的數據 我沒有特別去找 但是非常多 所以這一千人是 比較品行良好 然後沒有在監獄裡面 再次犯錯會跟監獄局 合作的這些囚犯 大家當然也會擔心 但是你要知道 其實監獄局 是已經做過評估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引起很大疑慮的是 我也收到很多詢問 就是納吉會不會被釋放 可以回去一起過哈利拉雅 我們的前首相納吉 他的女兒也哭訴 我的父親第一次 沒有跟我們一起過哈利拉雅 其實答案是不會的 剛才我分享過了 兩條法律 監獄法令第43條文 和監獄規章第111條文 裡面都有闡明 坐牢必須最少4年 所以納吉到現在 坐牢還不足一年 只是坐了大概七八個月左右 所以他是不符合這個條例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前首相納吉 可以通過這一個特許計劃 被釋放出來 不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如果有這樣子 那就是明目張張的違反法律 所以應當不會發生 OK明白了 所以大家應該也比較了解 關於這個囚犯特許計劃 PBSL這個事件上面 稍後來我們看看 另外一個事件 就是也算是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公共服務領域 奉獻了35年的時間 我們的衛生總監 他就宣佈進入融修的生活 稍後來我們看看 這一位抗議英雄的一些貢獻 首者Melody 大家好 我是Jason 林真晴 今天是Melody 一早All In 我們今天是醫療喜情 軍藍造載 洪瑋祥律師 洪瑋勳早安 Jason 早安 誰有聽眾 早上好 我們看看這個不是風波 很多都是關於一些風波 或者是大家不了解的地方 我相信以下的這個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之前 尤其在我們剛剛COVID的 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就是經常亮相 我們的衛生總監 那他在這個公共服務領域呢 也奉獻了35年的時間 也在剛剛的前幾天 4月19號呢 正式告別衛生部 也邁入他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啊 進入這個融修的生活的 那其實講起他的話呢 真的是必須要說一說 他的一些貢獻 那洪瑋師所了解的 除了是說在這個抗議的過程 當中的一些貢獻之外呢 其實這一位 我們的這個抗議英雄 其實他有什麼就是 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些奉獻 首先大家必須要明白 在我國的政治體系裡面 政府部門的運作 他分成兩重的 一重是政治方面的 一重是真正去應允這個部門的 專業方面 像部長還有他的秘書助理 其實都是政治委任 因為他是政治人物 那他執政了 所以我們就委任他 在這個部門做部長 然後這個部長他底下有秘書啊 助理啊 基要秘書這些 其實他們在這個部門都不是專家 有些甚至是沒有相關背景的 他們會當上部長 會有這些政治委任 其實是因為他是政治人物 這個跟美國台灣那種總統制 是不一樣的 在總統制裡面 內閣是由總統去選出 選一個總理 然後由這個總理去組閣 然後這個閣員 他可以不是政治人物 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專才 進來執掌這些部門 但馬來西亞是首相制 西敏市議會制度 不是總統制 所以政府部門的最高領導人 都是政治人物 這就是為什麼 之前在一週all-in 當我們討論到內閣組成的時候 會直接講 根本猜測不到 你沒有辦法去抽絲 剝繭來分析 誰會出任什麼部長 因為在馬來西亞當部長 並不是看你的能力背景跟經驗 是看政治分配 要怎樣分配這個權力而已 就像凱里不是醫生 他也出任衛生部長 其實我國大多數的衛生部長 都不是醫生 原因就在這裡 那部長他是負責政治層面 政治層面就是面向群眾 所以他其實並不會真正去執行他部門 他最主要是制定方向 把內閣決定的事情交給他的部門 然後他監督 看他部門有沒有去做 所以這個是部長的責任 那真正做事的是誰呢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第二層了 就是諾西三維代表 他是總監 總監其實就是政府部門 執行裡面最高職位的那個人 所以他是真正專業的官僚 也是這個部門專業的人士 他對部門的方方面面 要怎樣去執行 要怎樣解決問題 要去找誰 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是真正做事的人 從這裡你就可以知道 諾西三他做了10年的衛生部總監 他在衛生部服務了35年 他的貢獻是有多麼的大 所以當然我們恭喜他龍秀 也要謝謝他35年的青春 奉獻給我們的政府 其實諾西三在疫情之前 大家不太了解他 甚至不知道有這一號人物 為什麼 因為像剛才所說 政府部門有兩層 面向群眾的是部長 有什麼問題要講解 要跟民眾解釋 要聽取民眾的回饋制定政策 這個是部長跟內閣的責任 總監或者是真正在部門裡面 做工的這些人 他們是官僚 你換政府他們不會換的 他們是專業官僚 所以他們在裡面做事 他是不需要出來面對群眾的 但是在諾西三的情況 他是一個特例 因為當時我們政府 包括全世界 面對了這個百年一遇的大瘟疫 疫情肆虐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應對 而我們當時的政府 老實說也應對的非常不好 一直在悠轉 然後部長也鬧出很多笑話 完全不能勝任 對部門也無法掌握 所以他連做這個引領方向的人 他的職責都做不好 所以他最終也下堂球去 換了另一位衛生部長 所以當時衛生部長不勝任 那誰要出來面對群眾 當時是人心惶惶的 我們都沒有遇過這樣子的情況 不能出門 然後每天都聽到身邊的人 染病死亡 所以整個國家是需要一個燈塔 來穩定 諾西山擔當了這個燈塔 引領國人的這個領袖的情況 雖然他不是政治人物 但他屢次上來穩定民心 他的專業講解問題 我們要怎樣應對 我們為什麼制定這個政策 我們國家現在什麼情況 他都了如指掌 回答得很清楚 穩定了民心 所以我們可以安然度過這個疫情的 這兩年多三年時間 諾西山鞠躬之危 而且他的鞠躬 不只在於他管理整個部門 執行整個政府的政策 的付出更重要的 還是他走到了台前 當整個政府沒有一個令人 穩定的方向的時候 他指出了這個方向 讓我們度過了這個難關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當時突然MCO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這個詞嗎 MCO大家都不能出門 大家是多麼惶恐 我要怎樣買菜 我的孩子怎麼辦 上課怎麼辦 諾西山的出現 可以說是引領了我們 所以在這裡 真的要特別的謝謝他 不只是對他疫情 所做出的努力和奮鬥 更重要的是 在我們國人迷茫的時候 像燈塔一樣 專業的為我們引導方向 這我覺得是他最大最大的貢獻 是的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在那個時期 真的像是一個定海神鎮一樣 所以我們也祝福他 光榮退休之後 進入人生另外一個也是 非常快樂的階段 今天我們在Melody's All In 關注了好幾個課題 如果大家想要重聽的話 可以上到Shock App 去點擊Melody's All In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重播了 今天非常謝謝洪瑞祥律師的 分析還有分享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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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